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多的时候我连续讲六个小时 一口水不喝 什么原因 就是自己有自家水 天喝 升起水 讲课舌头要弹 一弹就有东西来了 自己就喝上水了 不要相信一些所谓的科学的 这些科学在不停的变化 养生之道 最忌讳是怎么喝水呢 你们拿过矿泉水瓶渴了 没了 一瓶没了 好了 喝完了 结果你一点都没化 一点都没化 就全遇在胃里面了 胃是什么 胃属土 这个土最忌讳水淹 你们知道水一淹 那个庄家不涨了 土里面的水太多 一淹 前两天冰城大水 淹了整个城市 满土的土地也淹了的话 也是不涨庄家的 你的脾胃一被水多了以后一淹 脾胃虚寒 寒气升起来了 寒一升以后 土最喜欢的是火热的 因为土喜欢火来升 火生土吧 你一寒就没火了 那土一寒以后 土就不能生出阳精 你的肺就不好 所以一感冒就咳嗽 喉咙老是呃咳咳干渴 脾胃虚寒造成的 脾胃寒了 导致的肺精寒 没有火来朔精 阴不能转阳 就不能生出肾水 就不能生出阳水 你就是阴水 阴水一定是要么拉肚子 要么就是尿急尿贫 这些都是佛在经中告诉我们的养生之道 就是地水火风空要调和 你要学会着生理的五脏要调和 你们中间有修阿弥陀经的 阿弥陀经里面的用五彩莲花 化身活着去西方极乐的方法 就在阿弥陀经里面 哪几句话呢 它里面告诉莲花池里面有几种莲花 所以它在描述的时候告诉 青色青光 白色白光 黄色黄光 还有一个红色红光 紫色紫光没有说 为什么不说 绝不全全 莲花池里有水没有 水是什么色的 紫色紫光 这五脏光这五种莲花代表你的肝脏开出的光 肝脏生出的透明的光是青色的 叫青色青光 心脏里生出的光是红色红光 肺生出的光是白色白光 脾胃生出的光是黄色黄光 身里面生出的光是紫色紫光 莲花池里的五彩莲花 化成一个身外身 这在楞严经中叫得意生身法 它是一门往生西方的快捷化身法 就是你活着在你的下腹腔 就可以练出一个身外化身来 活着就去西方极乐世界了 你们要去西方极乐世界记住 要活着去 死了你活着都去不了的人 死了怎么去 你告诉我 死了没西方的 你活着都没去得了 所以大家要记住要趁活着 就到了极乐世界报道了 怎么去报道呢 方法很简单 你如果有这个化身以后 这个叫全息的 这个世界外面有一个极乐世界 咱们这个肉身体外是一个世界 这个离此世界十万亿佛徒 有一个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成就的西方极乐世界 它在你的体内叫内成外就 外面有 里面就有 里面的极乐世界在哪 里面的莲花在哪 里面的污水池在哪 里面的八宫德水在哪 古人告诉我们 都其而往下叫八大地狱 我们的地狱就在都其而往下这个地方 这个叫八大地狱 八大地狱如果是你通过 前不久我们做的孔雀明王大法会 将来我们做的大圆满大法会 还有冬至日的超度法会 清明节的超度法会 我们通过这种大法会 把自己的体内的地狱里的众生释放掉 超度掉 把它超度走了以后 你的业力转成什么了 功德力了 八功德是这么来的 是把八大地狱之音都消掉 换成八大功德 这叫八功德水 不是你凭空来的 功德圆满你才能成佛 要把自己的下腹腔 这个极寒之地的业力释放掉 再把心肝脾身肺五脏光 的种子栽在莲花池里面 这个时候污泥里面出莲花 出无泥而不染 有业力 业力还没进 但是可以生出莲花来 不要等业力进了 业力进了 不能转菩提 烦恼没了 没有菩提了 我们要重视烦恼 我们要感谢烦恼 这个世界人家打你 骂你 恨你 这些都是你的烦恼 这个有八大烦恼 八大烦恼 你把它一转 就转成八大功德了 转烦恼为菩提 就是功德 用这八大功德 再用自己的心肝脾身肺 五脏转出来的光 从你的莲花池中就可以生出莲花化身来 这个莲花化身在你这个莲花池里成了 极乐世界的莲花池里的那个就成了 怎么知道 《观无量寿经》中告诉我们 《无量寿经》不是《观经》 《无量寿经》告诉我们 你在人间念一天佛 你在那个世界的莲花池的那个莲花就大一轮 你再念一天它又大一轮 再念一天它又大一轮 你们知道 你孩子的肚子大了是因为怀孕了 里面有baby了 每天每天大 十月怀胎出来了 那那个莲花池里的花开见佛 不是你这个去了的时候才怀孕 才开的花 而是你人在这个世界 那个莲花怀孕了 然后开的花 那要求你这边也怀孕 也开花 所以这个时候叫男子怀胎十月笑杀人 这就是传统的说法 那在佛法里面就是用五脏光化成莲花化身法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祖师叫莲花生大师 他是这么生出来的 他是自己炼成了自己的坚固的金刚身 用莲花化成的金刚身 所以他的号是莲花生 莲花生 你们也可以莲花生 为什么 你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一定是莲花生 因为你去了没有父母在生你 完全是莲花化生的 所以大概今天我就是串讲一下 佛法有寄生成就法 有寄生往生法 我这一生我如果不能活着成佛 活着功德圆满成佛 我一定要脱离六道轮回 那么我可以选择往生兜率陀天的净土法 往生兜率陀天是迷了净土 那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法 那我也就是今生成就了 因为不再六道了 今生成就有两个方面 一个今生成法王 今生成活佛 今生度众生 这是嫩言经告诉我们的 无浊恶世世先入 我们正好赶在末法时期 赶在今天十分污浊的恶世 在座的各位大菩萨降生人间莫大的福气 如果你们生在天界惨了 因为天界没有恶人 没有烦恼 你没有办法借烦恼修菩提 天人的功德 个个都比我们高 我们没有办法积累功德 因为你帮不上人家 反倒人家在帮你 所以我们性德末法时期 生死无浊恶世 遍地是烦恼 这些烦恼是种子可以转菩提 遍地都是转菩提的因跟缘 遍地都是污泥 所以我们遍地都可以清出污泥而不染 而开自己的莲花 你们知道莲花的特性 如果没有污泥 这个莲花不长的 这个污泥越臭 莲花长得越大 长得越好 因为营养成分越高 所以这个世界恶人才越多 我们随手一做就是功德 如果这个世界都是诸大善人 你来是人家帮你 你欠人家的 哪有什么功德 所以在《楞严经》中告诉我们 在梦法时期 诸大菩萨降生人间 即身成佛 即缘成树 所以在《楞严经》告诉我们 无浊恶事事先入 于此无浊恶事我事成佛 事成法王 法王就是我们成就了自己的坚固金刚 金刚身 金刚不坏身 我们不要把智慧当成身 我们心身两个都要修 我们在修的过程中 先要有金刚智 要有金刚不坏的智慧 你就不会退转 你就会坚定的修炼 有了金刚智以后 你会先要修一个金刚身 达到金刚身的时候你就不坏了 不坏就是法王 注释法王 活佛 活在这个世界的佛陀 这个时候你才能度众生 你没有金刚身 你来了就坏了 你怎么度人啊 自度才能度人 自觉才能觉他 觉醒圆满我们就成佛了 大家要利用三五年成此金刚身 成法王 今生度众生 在座的各位五六十岁 六七十岁 年纪都不大 因为现在人的寿命长 随便一活都是九十一百死不了 你放心好了 以前是人生七十古来兮 七十就要白白了 所以只要实证佛法的人求长寿得长寿 求富贵得富贵 你放心 在我们这儿太多的成功的案例 今天下午一个徒弟还来找我 报喜来了 他说 师父 很开心 我说 怎么了 怀上了 求了多少年的这个孩子 怀上了 老是怀不住 这次怀上了 我这就说 好 恭喜你 为什么 他在孔天明王法会上看到一个佛菩萨 求你给个孩子吧 看到龙天护法 求你给个孩子 到处拜拜 终于法会完了 怀上孩子了 就这么灵验 有求必应 有怨必满 这是当世佛法的精髓所在 不要学那个时候 逃跑吧 死了去极乐世界吧 你活着都去不了 你死了怎么去呀 你不骗人吗 你死了你做不了主了 你活着你都不念佛 你怎么死了去极乐世界 这是不可能 要去极乐世界来找我学真正的化身法 活着就去极乐世界报到 像我们经常有时候办着法会 我们就要去找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就去了 道里有多远 瞬间就可以到 这个秘密在你的心中 你要回到自己的光子 回到自己的心中去求佛 瞬间就到 你要上外面去找 你这往西走 走一圈又回来了 为什么 地球是圆的 你往哪走 我到银河系去找 好 你顺着银河系现在走往西走 最后又顺着这 又回到中天 又是个圆的 这个宇宙是个圆的 你走到最后都回到这个点上来了 你找不到阿弥陀佛 离开我们的身弥菩提是人行邪道 下一堂课会给你们逐一剖析哪些是佛门中的外道 是佛门弟子 但是是外道 哪些是佛门中的邪魔 他是穿着袈裟 他是学佛的弟子 但是他是邪魔 邪魔外道是两个层次 是不同的 目的是为什么 我们要辨别邪证 知道这一生怎么解脱 这一生怎么成就 所以我们的佛教的课程跟普通的课程不同 我们是佛教的课程 今天时间关系我就给你们分享到这 就不交东西了 明天下一堂课再交 谢谢大家 好 再次热烈的掌声给我们的最亲爱的张鼓声大师掌声感谢 非常感谢